法国的美好年代在台湾 各位好好听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陆仲彦李赛者 很开心今天又回到了好好听的平台 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 法国的美好年代在台湾 那我们上一次呢提到了法语的起源 那今天我想更深入的跟大家谈一谈 法语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整个法国 因为它有大区还有省份 所以整个法国呢根据那个语言学家 所提的总共有75个方言 当然这个方言还包括了国语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法国的国语 首先要先提一位政治家 他叫做Jules Ferry 是1832年到1893年这段时间 这位政治学家他曾经做过巴黎市的市长 他在1879年到1883年之间呢 他也占任了公共教育和美术部长 由于他对于教育的关注 所以他就恢复了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的这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是在什么时候通过呢 是在1881年 这个法案的内容陈述的就是 所有在法国7岁到13岁的孩子们 他们必须要接受免费的义务性教育 那他们在学校因为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推行国语 所以来自于各区各省的孩子们 他们在学校是不可以讲他们自己的方言的 如果讲自己的方言是会被处罚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 以我的年龄来说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的教育部也是在推动义务性的免费教育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况 我还听了一些朋友告诉我说 如果当时在学校里面讲台语 或者讲自己家里讲的客家话 是会被处罚的 那法国在1881年推动这个法案之后呢 一样是孩子们也是必须因为要讲好国语 就是Le Français 所以呢在学校大家就要专心学法语 也就是国语 首先我们来谈谈法语 法语其实在全球好多国家都是在讲法语 可是我们如果细分的话 又可以分为母语 比方说在法国在加拿大的魁北克 还是属于母语 那还有一些呢是属于官方语 比方说在非洲 还有呢就是教学的语文 其实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也有在学法语的 好几个大学都有在教授 都有法文系嘛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在西欧 这西欧有哪些国家讲法语呢 首先在法国的北方 一分为二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把台湾从左水西以北跟以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比利时的南方 因为它是临近于法国 因此呢 它那个南方所讲的就是官方语文是法文 比利时的北方靠东边的地方 它是临近于尼德兰 也就是以前的荷兰 然后左边呢 它就靠北海 所以在北部呢 他们讲的叫Flandre 也就是佛兰德斯语 Flandre Flandre 所以佛兰德斯语 在尼德兰讲 也在比利时的北方讲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瑞士 瑞士是一个美好的国度 非常非常的优美 好瑞士总共有几个官方语文呢 总共有四个 包括什么 百分之六十四 讲德语 百分之十九 讲法语 百分之八 讲意大利语 还有差不多 少于百分之一的 讲Homans 所以是不是很有趣 可以想象 在瑞士的孩子们 从小就要学四个官方语文呢 那大家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瑞士会讲四个官方语呢 因为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语文 也就是他们的邻国 刚刚所提到的比利时和瑞士之间 也就是比利时的边界 有一个国家小小的也是侯国 是卢生堡 Lexamble 讲到卢生堡 我还记得有一次跟我的在故宫工作时候的前任长官 林曼丽院长 我们去了比利时和卢生堡参访 然后希望能够做一些管计交流 在比利时的时候呢 教育部外派布鲁塞尔的官员 就安排我们跟比利时一个博物馆的馆长用餐 在参训的时候就闲聊 闲聊他就提到说 他们在比利时 他们所讲的语文 其实就是南方跟北方 刚刚有提到嘛 南方讲法语 北方讲Fran 可是因为他们又有很多的邻国 所以呢 他们也必须要了解很多的语文 还有在卢生堡的时候 博物馆的馆长也有跟我们分享说 因为卢生堡 他们自己就有卢生堡语 那他们小孩子在幼稚园的时候 所学的其实就是卢生堡语 如果他们是卢生堡人 可是呢 当他进入小学的时候呢 他学数学的时候 就要开始用法语学 所以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我就说 那如果法语不是很好的话 那这些孩子如果学数学 不是就会很吃亏吗 这是我自己当时的一个想法 还有他们也提到说 因为卢生堡啊 比利时啊 跟法国都很近 那所以呢 这些讲法语的国家 他们彼此之间 即使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他们通勤的部分 他们工作可能是在卢生堡 或者是比利时 可是呢 当他们要晚上回家的时候呢 他们会跨过边界 这个就是一个欧盟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概念啊 不是这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提到法语 在全球有多少国家讲法语呢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性 其实我们应该要回溯历史 因为在历史上 法国曾经有大发现时期 和殖民时期 所以今天我们把整个全世界的地图摊开来看的话呢 在全球的五大洲的四十四个国家 都有讲法语的国家 那这些人包括多少人呢 差不多有一亿五千万人讲法语 那所以呢 现在我就想以不同的洲 好像讲到五大洲嘛 以不同的洲来跟大家细部的分享 首先我们来谈谈北美 北美的加拿大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以法语为母语的 有法国跟魁北克 那为什么在加拿大 魁北克会变成母语是法语呢 首先我们来谈谈历史 在1532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法国的航海家 他叫做Jacques Garche 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 也就是François Prémin 他送命Jacques Garche 航行到了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魁北克的地方 那那个位置呢 有一个很长的峡湾 叫做Golfe de Saint Laurent 所以呢 Jacques Garche就沿着这个海湾 就一直航行航行 就航行到了今天的魁北克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魁北克的祖先们 也就是应该说是最早 从法国移民到魁北克的是 在1608年 在1608年开始 差不多有6万个法国人 他们就千里迢迢的 从法国移居到了 现在的魁北克 加拿大最大的省 就是魁北克省 那魁北克省呢 就是讲法语 所以差不多有600万人 里面来看呢 差不多有80%以上的 通通都是讲法语 也就是他们的母语 可是到了1969年的时候呢 法语就变成了 除了整个加拿大英语以外 第二个官方语文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加拿大 像我去过多伦多两次 我觉得去多伦多 我很有亲切感 为什么 因为我去博物馆 我所看到的那个博物馆的 那个平民卡呀 它会有英文 然后一定会有法文 然后都说明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就是那讯息量 非常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 如果像我去那个加拿大皇家 安大略博物馆 我每次一去哦 我可能一整天 我可以中饭都不吃哦 就会觉得哇 这个真是精神良食 就不用吃饭 都不会觉得饿 就像一个博物馆 小经理一样 这样子很快乐 还有呢 我也很喜欢逛 加拿大的超级市场 因为它每一件商品呢 都会有 你想你买一包 小小的饼干 那小小饼干上面 也是密密麻麻的一堆字 一定会有英语 一定会有法语 那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 因为1969年的时候呢 立法 法语跟英语 都是他们的官方语文 所以呢 大街小巷啊 就是一个小商品啊 它都必须一定要有两种语文 这是很有趣的 现在再来跟大家谈谈美国 一样是北美哦 我们台湾的加拿大 我们现在来谈谈美国 我们谈到美国啊 法语跟美国的关系 一定要提到 波邦王朝的法王 也就是太阳王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代 截于1638年到1715年 1682年的时候 他也是跟前面所提到的 法兰西施仪式一样 他就派了航海家 Honey de la Salle 加拿大的魁北克 当时已经是法国的领土 所以他就从 蒙特亚 就是蒙特罗 从加拿大的蒙特罗呢 穿过了几个湖河 然后就顺着这个 密西西比河 就一直航行航行 航行到了墨西哥湾 我们法文叫做 Golf de Mexica 美国的路易十四代 安娜州 怎么拼呢 L O U I S 是不是有这样的枝根呢 所以呢 路易十四代 安娜州 这个路易 也就是当时 Honey de la Salle 这个航海家 他为了要荣耀他的王 所以就把他所 发现的那块土地 称之为路易十四代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 到了路易十四代 安娜州 你还会在路上 看到有一个牌子 那牌子是怎么写的 牌子说 法文是这样写 La Salle prend possession De la Louisiane 大大的这个字 写着说 La Salle 他占领了路易十四代 然后接下来 就小小的字 说明说什么呢 在1682年的4月9号 René Robert Cavalier de la Salle 哇 这名字好长哦 他 pris possession de la Vallée du Mississippi 他把整个 密西西北和 流域的那块土地 把它占领了 因此呢 就以法王 路易十四之名 为了要荣耀 泰湾王 就把这块土地 称之为路易十四代 这个是在 今天在路上 还有看到 而且还有 很有趣的 也是可以看到 还会在路上 看到另外一个牌子 写着说 Welcome to Louisiana 这是英文 然后下面会有一堂字 写着说 Bienvenue on Louisiana 欢迎来到 Luisiana 所以今天在美国 整个美国有 百分之七的人 还讲法语哦 那这个讲法语的地方 就是在 路易十安那州 你们是不是有印象 在好几年前 在墨西哥湾 产生的一个飓风 这个飓风 使得路易十安那州的 纽奥梁 灾情惨重 纽奥梁这个城 跟法国也有关系哦 它的名字 在法文叫做 La Nouvelle Orléans Nouvelle就是新 Orléans 也就是 奥尔梁 奥尔梁的意思呢 是什么 就是 路易十四 太阳王的弟弟 他是奥尔梁公爵 所以呢 路易三安那州 是为了要荣耀法王 路易十四 纽奥梁 他是为了要荣耀 奥梁公爵 所以今天 当大家有机会 去纽奥梁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咦 偶尔可能会听到 法语 然后整个城市的 一个氛围 也有很多的 法国的风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 纽奥梁其实是很多人 很喜欢去度假的地方 可是各位亲爱的听众们 你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 这个原来讲法语的地方 现在变成美国的领土呢 这个我们必须要 讲述一下 小小的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发生在1763年 当时法国跟英国人打了一场战役 叫做七年战役 这场战役 法国不幸战败了 所以就签了一个巴黎合约 经过这场战役的合约 法国在北美洲的领土 就割给了英国人 还有呢 到了1800年 这个历史总是会有分分合合 就路易斯亚纳 又重新回到了法国的怀抱 可是后来又是因为 在欧洲战役的刺警 拿破仑一事 就把在遥远的美国的土地呢 卖给了美国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 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说 全球五大洲 有好多地方都在讲法语 那我们今天谈到了欧洲 也就是法国的邻国 我们也讲到了北美 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 这些国家都有地方 还继续在讲法语 那下一次呢 我们再来把世界版图 再次的展开 我们再来谈谈 其他几大洲 为什么 今天我们去了那边 是以法语来交流 我们下回再见咯 再次了解ki 非常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